去靠飞店的路上 感觉走到了西伯利亚 大陆山东烟台迎来大雪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暴雪等级 雪深达39公分 当地民众苦笑 开门的瞬间 有种一秒平移到西伯利亚的feel 世外的场景震撼度 超过电影《流浪地球》 不少人和车受困在路上 车辆三小时只能前进200公尺 一个个大雪堆 其实是被雪覆盖的车辆 山东危海的民众 出门找车就像开盲盒 暴雪天 出门找爱车不容易 首先得穿过了雪深即溪 被雪淹没了道路 找到车辆后 再用铲子清除了一条道路 避免隔天又找不到爱车在哪 深知寒冬下车辆受困的苦 也有山东的民众 从白天到黑夜 参与道路救援 四台车 五个人 每一条一个车 外地的司机全部 我们买半个都吃 今天救了二百多台 小车能有一百四五十台吧 然后大车五十多台 大雪出游也是有风险 浙江湖中一景区的缆车突然停驶 乘客受困在空中 缆车内都结霜了 幸好最后顺利脱困 镜头转到山西横曲线 暴雪导致了电力故障 工人冒险上山 顶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和大风 经过了连续抢修三天 终于恢复电力运作 灯亮了刹那 民众发出了欢呼声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